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德万的视频 这手牌是在高额德州普克第6季的一手牌 也是德万的经典一战 非常经典的牌局 拉克这手牌拿到A9 加入到3900刀 以拉扎若A7同色选择尽 艾维的A6同色在装位 也会尽吗 艾维目前是桌子上赢利最多的玩家 你看他那个筹码量的厚度是吧 宽度和厚度 丹牛勾三是吧 也选择浪进来 他觉得底失赔率还不错 我是个同色 德万的89 89同色非常好的结构牌 德万还这么多人尻起来了 玩起瑞斯又是一个辣个 稍微弱点的牌手 德万有点看重这个底蚀的17600刀 进行一个半强底蚀的一个行为 加入到28900 这个加入非常的大 德万就是敢打敢偏 自己在不利位置 直接起瑞斯到28900了 那拉克这牌有点 不太行是吧 一个A9 这个牌被三拜特了 后边还有三个人没行动 显然是尻不了 那以拉资若呢 以拉资若这里边应该不太想信德万 因为德万老做这种事啊 老做这样的行为 以拉资若这里边 很想尻德万 但这个牌不太行 后边还有两个人没行动 尻起来又不是很舒服啊 还是选择了气牌 那现在轮到艾维 艾维这牌 其实这A挂小 是吧 都是怕三 就要怕三拜特 三拜特老是有什么两高张吗 AQAK 这里边艾维还是出于不信任德万啊 选择尻这个25000刀 那底持现在来到了7700刀 你看翻牌 翻牌10QK 是一个非常接近三拜特范围的翻牌啊 这里边艾维也击中了非常好的牌 花顺双筹 德万显然想利用这个牌面投机啊 其实他这个 你说算半投机吗 他发了一张钩 艾维顺到枪是吧 石钩圈开枪啊 其实这个顺的 发出来顺的 德万也不太舒服啊 德万下注四万五千八百 艾维这里边他肯定要至少是尻的 其实这里边如果艾维翻牌前 他坚定自己的判断 他不信德万 他这里边也不是不能瑞斯啊 但是两个人的筹码都非常的深啊 两个人上桌就带入50万美金 两个人都是赢利玩家 筹码非常的深 这里边艾维其实可能由于后手筹码的忌惮啊 这里边选择的是尻啊 筹码太深了 笔石现在来到了16万两千三百刀 我们看看转牌 转牌来了一张空气牌啊 这张牌基本上和三拜特没什么关系 一张小三黑桃三啊 如果德万是AKAQ 他其实他也有点怕这个牌面的 除非他手里边拿的是对子 什么QQKK啊这样的牌啊 或者小小概率一些的实时 其实德万很多牌 他也非常的怕这个牌面 不能说非常的 但是很忌惮这种牌面啊 德万这里边继续下注 12万三千 一直下注下的比较重啊 其实这个下注 也挺奇怪的 德万手里边是什么牌呢 除非是真的是超队啊 QKK那种 AA那样的牌面 他也不是很自信啊 那牌面容易有两队啊 有一些顺子呀 包括一些比较是首队的三条啊 这样子这手牌 转牌和牌 都发的是空气牌啊 底池是四十万八千七百 德万现在只有靠 偷鸡赢下这个底池啊 面对当时公认的 世界第一牌手艾维啊 这帮人都是打了一辈子的牌 应该是十几岁就还是打牌 打到现在是吧 都是这种人啊 那德万打牌好像打得晚一点吧 这上是不是上大学还是打的牌啊 上高中上大学 记不清了 看过 也忘了嘛 也是从低级别自己赢起来的 这里边德万继续偷鸡啊 只有套偷鸡能赢下地池 下注二十六万八千两百 这里边艾维很不想相信德万 因为德万能这么做 A勾吗 或者说他手里边是QK的两对 其实德万这个人呢 确实三百度的范围也比较宽 他真有可能比如是A勾这样的牌 或者就是QK这样的两对 其实他的可能性也挺多的 包括一些三条 所以这里边艾维有点判断不清啊 正常而言这个牌面又是德万不容易中大牌啊 正常的什么AKAQ 一般起三百多一点 都不会像德万这么下注啊 所以这手牌 其实单从牌而言 德万击中大牌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从德万这个人而言 他三百的范围又很宽 他这个牌重一些QK啊 A勾啊 反正各种牌的可能性又比别人要高啊 这手牌要艾维也非常纠结啊 艾维其实很不想相信德万 但德万这个人也真敢打 现在把笔值打到了六十七万 六千九百刀啊 咱们稍微做一下剪辑啊 这里边艾维还是思考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之后 选择了气牌啊 我还是让德万拿下这个底血 这就是德万当时啊 其实公认战胜公认的世界第一艾维 我觉得对德万的就是他的名声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他他没有这手牌战胜艾维 偷走艾维 那他可能就是一直人们会认为艾维压制他 因为艾维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表现得特别好 赢得最多的 也有比赛成绩 比赛成绩也有很好的成绩 是吧 现在有十条WSOP金手术 所以可能人们认为就是德万虽然很强 但还是不如艾维 但这手牌是吧 就是德万和艾维到底谁想 就是让德万不在艾维之下啊 在先进局啊 其实比赛德万是有点坐不住的 你知道吧 打牌打得太多了 我们来看看这手牌 这手牌 单牛在庄位拿到八钩 选择加入到6500刀 这个时候德万在stradle位拿到了AK stradle位就相当于是盲住位啊 那其实这手牌等万可以顺势做一个三拜特 他在盲住位拿到了大牌 其实他的三拜特会有隐蔽性的 因为盲住位老是怀疑庄位在抢我们 就更容易对庄位进行三拜特 所以其实这手AK这么强的牌 也带着不少的隐蔽性啊 面对德万的加注 单牛的手牌还行 是吧 八钩选择防守一枪 那我们来看看三牌 翻牌是AA钩 其实这个翻牌和三拜特的德万范围很接近 但他又是个攻队A 就是攻队A降低了德万手里边有A的概率 而且德万这个人本来三拜特范围就宽 下了两万八千两百 下了一个一样 单牛比较难以琢磨的驻马 就是判断对方有没有牌的驻马 但牛这里边中张钩肯定是尻的 是吧 排面是攻队A 怎么能相信你德万手里有A呢 我们来看看转牌 转牌结果又来了一张K 德万击中了AK葫芦 看自己的牌也太大了 AK葫芦 天牌 没有比这牌更大的了 看看德万怎么下注 还是不是继续下半池 半池多一点这样的下注 下个半池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下注 一个半池的下注 跟他前面的下注尺度差不多 都是半池多一点 这样的下注 多一点点 就几乎就是可以理解为半池的下注 单牛也判不清 判断不清德万有没有牌 这张K单牛还是挺担心的 AK和德万的范围还是太接近 单牛这时候选择瑞斯 瑞斯到德万 十万十三万八千六百 其实这个瑞斯带着很多的试探性 我他不相信德万有真牌 我万一看我拿到最大的牌了 你瑞斯我 这里边得装得自己弱一点 是吧 而且外边只有一张A 单牛手里边能有A吗 能是A勾点的牌吗 这里边单牛应该想试探试探看看 但牛自不自信啊 如果你不自信牌不太强的话 我尝你啊 我藏一手 德万选择尝啊 开八万两千刀 底时来到了三十八万三千四百 有盒牌来了一张十啊 这张如果是红刀石就有意思了 红刀石就这么来吧 这么最后单牛也没敢偷啊 单牛通过转牌的试探 他相信德万有牌吗 其实德万也在藏啊 其实最后单牛没偷击 也是稍微有一点意外啊 因为这个时候他一张钩实在不太有摊牌价值 他只赢买花 一般买花可能也不爱再有公对的面 这种很容易有葫芦的面去买花 单牛合牌也没敢偷啊 谢谢啊也挺那什么的哦 因为他的高实在是没有摊牌价值 应该转牌觉得德万牌强 不太懂单牛啊